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进入任何疯狂的模拟人生之前 游戏会要求我们先设定一个家庭 我们可以自己捏 也可以在官方的模拟工坊下载 只要稍微搜寻与下载 白雪公主就出现了 如果对于白雪公主的长相不满意 还可以做些调整 哎呦 这个胸部不科学啊 也可以重新帮她化个妆 哇 这个白雪还没开始就夺发啦 模拟市民是一个包容各种人格特质的世界 除了可以选择不同的声音与行走步态 在性别认知上的选择也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设定一个 人体结构跟衣装偏好都是女性 但是可以让别人怀孕 又有相交的白雪公主 怎么会有相交这种选项 好吧 那个有时间我们再谈 之后再胡乱给白雪公主穿些衣服 大致上就完成外观设定了 做人七分靠外表 三分靠梦想 身为模拟市民也一样 需要一个终身报复 这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我们家的是白雪公主耶 当然要选连环浪漫的报复啊 这个模拟市民想要当个玩咖 跟各式各样有趣的人们约会 没错 白雪的终身报复就是这个了 再来要选择三个不同的人格特征 总共分成情感 嗜好 生活方式与社交四大类 同样有正负面特征 依照白雪公主的性格 我帮他选择了浪漫风 贪吃鬼 以及热爱户外 都设定好了之后 就可以开始进入模拟市民的世界 等等 一个家庭只能设定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 一个家庭最多可以设定八个人 所以刚好就是一个白雪公主 加上七个小矮人就满了 白买王子 不好意思 这里可以玩了 那 那我可以排后补吗 不行 那么 下集我们再来看 白雪公主如何在模拟市民里讨生活 喜欢我的影片就多看几遍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 OK 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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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